说起充电宝我们有很多选择 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牌子都在做这个东西 但是我个人而言我最中意的就是一个品牌 就是Morphy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桌子上现在摆了好多 看上去很旧的这个Morphy的充电宝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无线充的底座 还有手机的背夹 这个是Morphy这个牌子我已经用了好久了 好几年了 总体来讲非常可靠 而且它本身也是苹果认证的 第三方的给苹果做这个专业的充电设备的这样一个工厂 所以说在质量上非常的靠谱 就是外观的话当然就见仁见智了 我最近刚买的两个手机的背夹 一个是这个8P上面的 8P上面的一个背夹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Morphy的它的模具非常好 就是严丝合缝 对的非常的准确 而且它跟这个因为它是苹果的认证的第三方 所以说它本身的这个品质品控非常的靠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容量没有虚标 就是它标的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非常好用这个是一个8P的一个充电背夹 大家如果在网上可以看到的话 Morphy非常贵的 如果你在它官网上买东西的话非常贵 我这一桌子它的东西价格基本上是它的 在官网上或者说在那个比较大的一些平台上买的话 它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到1%的价格 我自己逃到的 但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所谓的那种 我们所谓的就是那种特殊渠道吧 特殊渠道来的 最早的是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iPhone4的 iPhone4的一个背夹 我从iPhone4 从iPhone4这个带就开始在用它的背夹 它是这个接口的 这个接口的 非常的顺 你看 但这个东西已经掉漆了 因为它是那种钢琴烤漆 时间太久了 掉漆了 因为好多年了 包括证明是手机摔的也不成样子了 它现在依然可以 它一共有4颗灯 你点一下 它依然还是有电的 这个还是依然可以做到充电的作用 另外还有个好处就是呢 因为iPhone4那一代呢 它的那个手机口是那个大的手机口 但是你加了背夹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那个 Micro USB的充电口就可以了 就等于是这个背夹套在手机上的话 我们就不摘了 它充电也很方便 不用单独再找那个 那个那个iPhone4的充电口了 那么我新买的 这两天我新买的一个是iPhone6s的 背夹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上下盖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样的 上下盖的设计 这是一个3300毫安的 这个背夹是3300毫安的 其实样子说实话非常一般 插上去 上面 盖住 不知道这个镜头能不能能不能这个展现出来啊 它这个接缝的这个这些地方 你是根本看不到它那个缝隙的 看到了吗 非常的 非常的严丝和缝 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你拆的时候很麻烦啊 我今天拆这个东西花了好长时间 所以说基本上套上它的这个手机背夹 我就不建议老是拆来拆去了 包括它这个各种按键 各种按键都是很灵敏 然后这个 我发现它这个 它跟这个iPhone4这有点有点像 就它旁边有一个开关 它旁边都有一个小拨杆 绿色的表示可以充电 然后红色的表示呢 就是把这个背夹关掉 iPhone4也有 它有一个绿色 它有一个红色 然后呢 后面都有一个电量显示 你点一下 然后4颗灯亮 就表示它是满的 非常的 非常的明确 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iPhone的话筒 它在下面 你加了背夹之后呢 它为了防止那个话筒被挡住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都设计了话筒 就是它出声音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是蜂窝状的 做工非常的好 是蜂窝状的里面 是我外放声音一点不受影响 非常好用 然后它的接口呢 唯一我觉得有点不方便的 它的接口也是这个MicroUSB的接口 就造成了就是你出去之后呢 你就不能带iPhone那条线了 用这个MicroUSB来充电就可以了 这个是6s的 然后呢 跟它一起买呢 还有一个iPhone8P的一个背夹 样子就跟它不一样了 看到吗 它已经没有这个 它已经没有这个小波杆了 开关 那它怎么开呢 它就是长按两秒 因为这个我刚充完电 它就开始已经在冲了 看到吗 已经在冲了 同样的 你再长按两秒 这就关掉了 这就关掉了 它也是四颗 四颗灯来显示它的电量 这个材质就不像这个 这个有点像烤漆 我觉得应该6s之前的 这个材质都有点像 无非就这个磨砂的 这个是亮面的 但是到了8P 包括漆也是啊 因为我的同事用的是这个漆 跟我一起买的 这个有点磨砂 就有点橡胶 橡胶那种材质 但这个材质呢 可能会有个问题 时间久了 比如几年之后 它可能会粘手 有可能啊 但这个摸起来 比这个要感觉要好 而且看上去 跟手机比较搭 因为这个还是有点 就是颜色选的 还是有点突啊 突但无所谓了 老手机嘛 然后呢 这这还是一个 我用了好多年的 一个Mofi的一个 一个像一个板砖一样啊 做工非常好的 一个充电宝 当时是两个头 两个头充电 有一个被小孩 这个玩的时候 给它搞坏了 但还有一个充电头 可以用啊 这个电量还是很足的 非常好的一个充电宝 在这边只有一个 隐性的一个 LED显示针 它也是四颗 然后呢 它Mofi有一个 Power Station 这款呢 有一个特别 比较特殊的一个功能 什么呢 就是它是带蓝牙的 它带蓝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 这个 iPhone上呢 可以装一个 它的软件 就是叫 Mofi Power 这个 它是可以看到它的电量的 看到了吗 它可以看到它电量的 就是你拿手机的APP 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宝的电量 比如现在你看 它是四颗灯都亮 我点这个 它是四颗灯都亮 那它这里面就是百分之百 看到了吗 百分之百 电量线是充足的 当你 当你 你用这个 它这个APP 还有个好售 你不管用什么 充电宝 这个手机充电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 那个充电时间 就是剩余的充电时间 这个也是挺 挺有意思的一个APP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没有 这个功能的 Mofi的充电宝 它是 它是不支持 这个添加的 它这里有一个添加的 一个功能 只能支持到这一款 只能支持这一款 这款非常薄 整个都是铝合金的 这个外壳 也是被我摔来摔去 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用了好几年了 这个 这里是一个 Mofi的一个 无线的一个 底座 充电底座 你看它这个原装的线 就非常的粗壮 这边 它也是这个 Micro USB的 因为我买的很早 这个都 如果说我这里边 所有的 Mofi的东西 如果全部都在官网上买的话 会非常贵 这个可能要500多 这个500多 这个500多 如果你当时 当季的产品的话 都会非常贵 几千块 这就几个东西 都要几千块 非常贵 好在 就是我在别的地方淘的 它的价值 它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官网的 1%到1% 所以非常便宜 比你去买一个新的 其他牌子的充电宝 还要便宜 但是我买过来的 它它成色 你看这个 它是跟新的一样的 它是跟新的一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屏幕上 能不能显示出来 非常新 没有任何使用问题 包括这个充电宝也是 只不过是今天 我在那个餐桌上 可能没有注意 它下面可能粘了一点东西 这些都是用了好久的 这个治疗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的稳定 所以我也推荐大家 如果说你们能够淘到的话 这个牌子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OK 今天就就要到这里 感谢大家